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蕭涵 最高法院上週三否決川普律師的請求後 國家檔案局隨後把700多頁川普的白宮文檔 全部遞交給了眾議院一六委員會 1月21日 星期五 政客網站報導了一份川普從未簽署的行政令 指示國防部長在全國範圍收繳投票機 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調查2020大選 文章稱這是川普律師向一六委員會隱瞞的行政令草案 這兩天 左媒、CNBC等都報導了這篇文章 那麼 在700多頁的文章中 為什麼這份沒簽署的行政令首先被公開 是誰起草的 又是誰提供給政客網站的 還有 這份行政令草案究竟講了什麼 會不會對川普總統不利 政客網沒有說是誰提供的 只是說收到了一份傳真 是川普總統從未簽署的一份行政令 並在網上公開了這份行政令草案 文章說 不知道是誰起草了這份行政令 但行政命令草案的日期為2020年12月16日 與鮑威爾律師向時任總統川普提出的建議一致 2020年12月18日 鮑威爾律師 前川普國家安全顧問麥克爾·弗林將軍 OVERSTOR 國工資執行長博恩 以及鮑威爾律師團隊的一名成員 他們四人在橢圓形辦公室見到了川普總統 據AXS去年2月的報導 在那次會議上 鮑威爾敦促川普沒收投票機 並任命他為調查選舉的特別檢察官 我們曾經在去年2月6日和7日做過兩期節目 向川普獻祭 上下 慶紹伯恩撰寫的川普失去白宮內幕 裡面詳細記錄了他們四人在2020年12月18日 是如何通過內部關係進入白宮 並最終見到川普總統的 當時他們沒有提前預約 而是伯恩和弗林將軍事先聯繫了白宮的官員做了安排 那天晚上 他們四人與川普的白宮律師和高級顧問 爭吵得很激烈 伯恩在文章中寫道 鮑威爾律師事先已經為川普總統準備好了一份行政令 三頁 他講述的內容 跟政客網說的這份行政令草案一致 也是三頁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 現在媒體披露的這份未簽署的行政令 是鮑威爾律師起草的 他們當時對大選做了很多調查 鮑威爾的重點是機器那部分 伯恩在書中描述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Axels則採訪了一些白宮官員 在報道中把鮑威爾和伯恩四人說成是陰謀論家 伯恩的描述和Axels的報道都談到了發生的一些事情 第一 川普幾乎是第一次聽說機器大規模玩貓膩 伯恩還寫了 弗林將軍給川普做了具體解釋 第二 川普總統當時不知道他擁有那樣的行政特權 在宣布外國干預緊急狀態下 他可以派遣國民警衛隊 去沒收機器進行檢查 鮑威爾還給他做了說明 第三 圍繞川普是否擁有這樣的權利 鮑威爾律師他們和白宮律師雙方爭吵不休 吵得臉紅脖子粗 白宮律師說沒有 根據Axels的報道 當時川普叫他的國安顧問奧布萊恩 通過電話參加會議 奧布萊恩只參加了一會 他幾乎沒有說什麼 但有一次他干預 說他沒有看到任何證據 支持鮑威爾這個想法 去宣布國家安全緊急狀態 以沒收投票機 實際上 在伯恩的書中 他們四人當晚與川普總統、他們的競選律師 朱利安尼和白宮辦公廳主任麥多斯 對行政令又展開了更多討論 白宮律師也跟著他們到了餐廳加入討論 他們達成的一致是 不動用國民警衛隊 而是由司法部派遣法警和聯邦調查局去做 同時把全國範圍的行動縮減到專注幾個搖擺州 每個州選擇一個主要的縣進行調查 一個星期就可以完成 第四點 關於任命鮑威爾為特別檢察官 白宮律師們說那是司法部長的事情 按照伯恩所說 他們討論後 白宮同意任命鮑威爾為白宮特別檢察官 鮑威爾他們回去後要再重新起草一份行政令 但他們回去後 接連兩天都沒有白宮方面的消息 打電話去問 都被搪塞了 Exels的報導說 三天後 朱利安尼告訴Newsmax 鮑威爾不代表總統 不論他說什麼 都是他自己的意見 也就是說 不論是伯恩的描述 還是左媒Exels的報導 都表明這份川普未簽署的行政令 完全不是川普總統受益起草 鮑威爾律師出於他們對選舉誠信的努力 先準備好了再設法面成川普 當時在白宮就沒過關 不清楚這份草案在移交給國家檔案局保存的時候 有沒有加註說明 1月22日星期六 CNBC在報導這個行政令草案時說 這份草案似乎是調查J6事件的委員會 尋求從國家檔案館獲得的文件之一 16委員會曾經在一份法庭文件中 披露了它尋求的內容 其中包括關於選舉誠信為主題的行政命令草案 和一份包含關於2020年選舉安全的 總統調查結果和命令所採取各種行動的文件 CNBC暗示就是這份剛披露出來的 行政令草案 那麼 這份行政令草案究竟寫了什麼? 它的標題是《總統調查結果》 以保存收集和分析有關2020年大選的國家安全信息 第一段主要列出了賦予美國總統權利的 憲法和法律條款 包括行政命令第12333號、13848號、 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第13號和21號等 我們就不一一列出了 政客網站特別提到了這兩個備忘錄 第一個是眾所周知的 但第二個備忘錄之前沒有報導過 該網站引述知情人士說 這兩份備忘錄在行政部門內部被視為一對 《行政令草案》的作者知道第21號備忘錄 這表明他們可以獲得有關政府敏感機密的信息 我們猜測 存在有第21號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 這應該是弗林將軍告訴鮑威爾的 而不是白宮告訴的 弗林將軍曾經是川普的首任國安顧問 政客網故意不提弗林將軍留下一個懸念 《行政令草案》第二段主要說 根據憲法和這些法律賦予的權利 川普作為總統發現2020年大選中出現的問題 表明有國際和外國干涉 當中提到了2020年12月13日發布的 對密歇根州安特里姆縣投票機的法醫報告 和提交給他的其他證據 這些證據可以支持頒發這項命令 提供了足以要求採取行動的理由 點名D投票公司和相關公司 是由外國代理人、國家和利益集團 擁有或嚴重控制和影響 專家作出的取證報告發現 D投票系統是故意設計的 存在有錯誤 目的是創建5B並影響結果 這種帶有目的的設計 使得系統故意產生大量錯誤 從而導致出現大量需要裁決的選票 這個殘決過程沒有監督 沒有透明度 也沒有審計線索 這份專家報告發現 選舉管理系統存在不可接受和非法的漏洞 包括訪問互聯網 在第二段 重點寫了D公司的問題後 第三段 除了D公司外 還提到了另外5、6個軟件系統公司 包括當時社交媒體上討論很多的Smartmatic等 說可能會發現這些系統 具有相同的關鍵代碼特徵和缺陷 允許相同的外部和外國來進行干預 其中有可能存在票子實際上被改變 違背選民的本意 草案接著就寫了 D公司跟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和中共國的關係 多名專家證人和網絡專家在2020年11月4日之前 就確定了外國干預的行為 還可能發現外國勢力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並提到2017年5月11日 伊朗對選民登記系統的黑客攻擊 然後 草案進一步說 這些風險在當前情況下並不是假設的 也不是遙不可及的 指出 D公司在評估和管理BMD系統的安全性和脆弱性問題 不利於公眾 當中列舉了2020年10月 喬治亞州關於BMD系統的一個官司 喬州在全州範圍內使用的這種 基於QR條碼的BMD系統 法官托騰伯格警告每一個系統和危險 比如更換服務器 不允許對系統進行更新 連接到互聯網等 所有這些問題 在喬治亞州都發生了 喬州的證人提供了證據 事實上 喬州的柯菲縣和維爾縣都發現有很大比例的票子被錯誤分配 違背了選民的意願 柯菲縣拒絕認證其結果 在列舉了喬治亞作為實證後 草案隨後頒發了7個命令 第一項 立即生效 國防部長應扣押、收集、保留和分析 所有機器、設備、電子存存信息和材料記錄 具體根據與選舉記錄保存相關的美國法律來確定 草案中寫明了相關的法律條款 第二項命令 要求國防部長在行動開始後的7天內 必須向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提供初步評估 最終評估 必須在行動開始後的60天內 提交給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政客網站說 給國防部長60天的時間 來撰寫對2020年大選的評估 這可能是一種策略 讓川普至少在2021年2月中旬之前 繼續掌權 不過 在伯恩的書中沒有談論這些細節 為什麼要60天的時間 最後的幾項命令是關於把房長的初步評估 在高層政府之間的信息溝通、協調和協助房長等 最後一個命令是 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來監督這項行動 根據收集的證據酌情提起所有形式和民事訴訟 並提供所有必要的資源以履行它符合聯邦法律 和憲法的職責 行政令草案中 沒有明確說任命誰擔任特別檢察官 在後面的句子中使用的是女性的她 這名特別檢察官可能就是指鮑威爾律師了 我們跟大家分析了草案中的大部分內容 佩洛西的一六委員會對這份行政令草案非常有興趣 他們在法庭文件中說要尋求的 總統發現和採取各種行動的命令 指的應該就是這一份 有這個命令草案的消息 顯然是前白宮官員告訴一六委員會的 現在他們和索媒在故意混淆視聽 試圖讓人們以為是川普受益起草的 《政客網》在報導中援引《華盛頓郵報》當時的報導 反駁行政令草案中提到的 對密歇根州安特里姆縣投票機的法證檢查報告 但是對該縣的機器把6000張川票計算給了拜登 卻隻字不提 這是人工計算發現的 結果是川普翻轉贏了這個縣 喬治亞州的一個縣也在手工數票時發現了機器掉包 賓州一個縣則在2021年2月初選中 直接抓到地公司機器設置錯誤 共和黨的票經常不被計算 地公司給出的解釋 就跟亞當·西夫篡改了眾議員喬丹 發給麥多斯的短信一樣 被發現後聲稱 不小心弄錯了 《政客網》還採訪了左派布倫南司法中心 自由與國家安全項目主任麗莎·葛伊特恩 用法律權威人士來壓人 這名主任批評說 這項命令草案代表了對緊急權利的濫用 甚至沒有對不尋常的威脅做出基本發現等等 我們估計 這個主任沒有仔細看行政令草案 《政客網》只報導了命令國防部長扣押機器 和任命特別檢察官 然後把草案置於一個可以滾動的窗口 讀者自己去閱讀 1月23日星期日 E6委員會主席本尼·湯普森 討論了他們在調查中取得的最新進展 其中討論的細節之一 就是這份行政命令草案 並稱他們與前司法部長巴爾進行了交談 也與國防部人員進行了交談 從湯普森的話中 我們看出他的目的是 川普借助一個謊言意圖調動軍隊 奪取投票機的行動 從而給川普定罪 那麼 公佈這份行政令草案 會不會對川普不利呢? 可能效果正好相反 首先 這份草案並不是川普擬定的 也沒有正式簽發 只是一個白宮工作記錄 構不成對川普總統濫權的指控 其次 這份行政令草案的行動方案 是有法律依據的 川普如果簽署 也是職責範圍內的事 無可厚非 最後 也是更重要的 只要讀者去認真看看這份行政令草案 就會明白 原來機器有這麼多種方法 可以影響到最終的結果 2020原來有這麼大的問題 如果16委員會真要拿這份草案 來針對川普 那麼 川普團隊可以在聽證會上 契機講2020大選真相 講給全世界聽 那樣 一六小組自作聰明的做法 可能就成了他們的滑鐵爐 歷史性的轉折 也許從此開始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各位 走 大家很久m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